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知道我上来之后首先要谈的话题是什么吗 知道 是什么 体重 你 260 爱不爱吃东西 爱 因为你刚才上来就说美食 对 要是什么美食由你来推荐是蛮有话语权的对不对 肯定是 你这些年找过工作吗 找过 你的身材对于找工作构成困扰吗 一开始有后来就没有了 一开始为什么有后来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其实等于踏入社会时间很早 然后那时候的广告公司要兼设计 然后美术 然后还有和客户聊天 沟通 但是我说这些我都没有问题 但是那个老板会说 客户看到你的外形就会觉得你笨 老板这么直接 很直接 真的就这么说 原话吗 对 就用这种方法来拒绝了你的应聘 对 因为我没有经验 我是一个学生 当时我没有工作经验 没有作品 清华美术学院 本科 就是实用美术专业 学的就是实用的美术设计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是 大专生的大板 所以呢 是通过了一个阶梯性的 所以我可以说不是正经的 清华美术学院的学生 你是续本是在这儿 对 续本是在这儿 小郭是我目前遇到的求职者当中 主动说 我是续本才去的清华 大专不在那儿的第一个人 等一下我们会看你的作品 就是我们这样的交流 性格很开朗 还好吧 不开朗的人是不会 心宽体胖 那您也很开朗 我相当开朗 我喜欢你 是吧 我也喜欢你 好好好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我宣布你们速拍成功 不是 沙刚 好温暖 特别可爱 我们都很喜欢他 真的吗 对 理由是什么 我俩没聊什么 他还是真诚 没错 他性格特别的好 对 他说他前一个老板 对他那样说的时候 我其实挺不理解 他前老板怎么想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员工呢 就是说 会让别人感觉 首先 特别有亲和力 对 然后他性格真的是很好 你看 一直在面带微笑 谢谢 很有感染力 对不对 他一笑 大家一看都想笑 所以 你们给不给机会 让他进入天生我有才 12位 选择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谢谢 非常好的成绩 12位全部把灯亮着 这就说明 你真的要好好的 向大家证明 天生我有才 看他以前的作品 来 各位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酒的广告 形容这瓶酒 好喝到什么程度 就是 好喝到 要拧干最后一滴 这是一个习作 这是一个习 这是画的 高中的时候画的 高中的时候画的 这个其实 是个日记 我这人 比头比较懒 所以 一般都是会画一幅画 来证明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对于你来说 画画比写字 要方便 还有吗 这是 这是谁 郭德纲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某个主持人 这是你画的 徐瑞小朋友 真是满有特色的 那这样画我 嗯 你现在现场画 行吗 行 把我的神韵 画出来 行吧 一分钟 我们大家就静静地观望 他觉得 画画比写字 对于他来说 更容易 就对于我这种 这种对专业的热爱 最好诠释 这是对专业的热爱 解决网你为什么要 解决网是一个 为中小企业提供 网站都需要 有美术编辑 你们那种 那么 呼噪的网站 文字性比较强的 你们的网站是 非常讲 讲务实的那种 我们开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亲子团购 我叫 我爱儿童团 他刚才的那个 作品里边的那个 和我们特别贴 就他那个日记里面 对日记的那个感觉 好了 画完了 来 躲开让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没有眼睛呢 我的神韵 不都在眼睛里吗 在这 而且你眼睛太深邃了 所以看不到 不光有神韵 还有风韵 我也不知道 大家满意不满意 非常满意 这点 各位还满意 各位满意就好 我对你这个是非常 这个有兴趣 我们有一个形象的小人 卡通人物 我们后面会演绎很多 实际发生在租车过程中的 一些有趣的故事 但是我就不知道 就是在 做故事策划方面的话 你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经验 或者历史 有没有过一些这样的作品 或者经历 我曾经给安踏公司做我一份员工手册 然后它里面的所有的一些员工需要记住的准则都是以漫画形式做的 其中发生的故事也是我来做策划的 想到一是做了个连环的漫画 对对对 明白 好 谢谢 我有个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美术设计呢 它会那个活一下攒过来 就是可能会熬夜什么的 就是这种工作压力 你是不是可以承受 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OK 会不 我刚才看 你刚才说这个 你画的比写的容易的时候 我注意到你画的是一堆幸福的小人 呃 那的笑容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有男友了吗 有 有男 我刚想说如果你没男友的话 来试一家园吧 我刚才特别喜欢你画中 所有人都微笑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你的画里洋溢的东西 就是幸福感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对那个网站的设计 有做过吗 没有 还是感兴趣吗 说实话 网站设计的软件 我不是很熟练 那你对人物的PS精通吗 嗯 那种特别商业的PS 我接触过 然后呢 平时P图就是 给时尚杂志的那种 糖水片P图的 我没问题 因为我做过相关的活 好 谢谢 真的在我们的舞台 但是我们一直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当一个很受欢迎的求职者出现之后 所有的老板都会绞尽脑汁的为他找工作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求职者 他具有某方面才华的时候 我反而需要提示我们的各位老板了 麻烦你们冷静 你们要找专专业人员没错 但是他不是一个天使 他没有翅膀 他拍一拍飞不起来 何况 何况郭月燕要飞起来会更难 好 你们会继续 还是选择离开 请选择 七位留了下来 他们自己告诉能够提供的职位 好吧 听听 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知道吧 能提供什么样的职业 美术编辑 美术编辑 对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UI的设计师 我们要做新手上路 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描绘 告诉那些腼腆的求爱者 怎么去向对方献自己的爱心 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要做大量的插画 然后这个比较有挑战 因为要不同类型 有不同的形象 对 是这样的一个任务 我们是文化传播的行业 所以呢 也是提供的是美术编辑 平面设计师 我们就是把所有美的食物 和美的生活 用你的平面设计和创意表达给大家 同时我们也在开美术专栏 我也在写 但是我估计我写不你好 请你来帮忙 我同样也是一个图片编辑 包括就是一些广告的修图 杂志社的一些图片的修图 这些东西都是执行性的 你创作性的内容很少 我基本上会规范你说 你要做成什么样的就可以了 对 我提供你的职务是非常专业的 就是一个你做互联网 在网络上传播的平面设计 这里我们公司是有专门的互动设计师 网络程序员 来配合你的工作 好 这就是西家 经过仔细思考 你要走上前去 至少灭掉其中五家的灯 谢谢 再见刘晖普 谢谢 再见刘晖普 再见影工 真的没想到 谢谢 再见 再见 陈墨 喜欢美食吗 谢谢 再见 嘿闻 谢谢 再见 再见 周老师 其实我觉得啊 你本身选择错误 你的才华 只有在专业的公司里 才能显示出最大价值 陈墨 你还是因为你第一次来 所以被人按了灯之后 你的那个愤懑 无法发泄出来 你知道我们从来不给老板 专门发泄愤懑的机会 你们当当当当当 把人家灯灭了的时候 人家怎么不能专门对你愤懑呢 所以取消陈墨的愤懑权 谢谢 下次注意 你最后选定了两家 来继续 神州租车 和百合网 你要和他们 谈钱不上感情 十位已经描述清楚了 谈钱的事自己来 好吧 因为我做美编的工资吧 是五千六 差不多这个 左右就可以 在我们呢 如果做美术编辑的主管的话 是可以的 在五千到六千这个水平都可以 在你试用期过后 我们再看是否是可以到 主管这个水平 好的 可以吗 慕言 我们是这样 那个就是美术设计师的试用期结束以后是四千五 工资 然后这个试用期呢是发百分之八十 这样 还有涨的空间吗 四千五以后 有可能 因为我们会有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就试用期表现非常优异 所以最后 试用期结束以后 工资会再提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好 十五秒钟 你选择的是神州租车 还是百合网 还是离开 百合网 谢谢 谢谢 一直在台上通过交谈 我就觉得 我可以给每个会员 或者是 那个页面 都做一个像素的东西 然后 大家可以在里面换装啊 什么的 这歌很好玩 就是说你的脑子除了在转跟那个老板们去谈工作的同时 你还在转设计的事 对 太职业了